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今天咱们来做红豆软饼 不用揉面 全程手不粘面 做法很简单 快速又省事 作为早餐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首先盆里加入200克面粉 中筋高筋都可以 2-3克酵母 加10克白糖可以促进发酵 2克盐调一下味 240克纯牛奶 或者用等量的清水代替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不要用手去碰会很粘手 搅拌成这样细腻的糊状 没有干粉颗粒就行了 建议大家可以头天晚上将这一步完成 然后放冰箱冷藏发酵一晚上 早上起来面已经发好了 直接开始烙饼 十几分钟就能吃上早餐 用筷子搅动一下 排掉里面的空气 加150克蜜豆 蜜豆可以买现成的 也可以把红豆蒸熟拌点糖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始烙饼了 锅里刷层薄油 不一定要用我这种锅 普通的不粘锅或者电饼铛都可以做 用两个小勺子 将面糊摊成均匀的小饼 然后开小火慢慢烙 刚开始不要去按压它 给它几分钟的时间慢慢膨胀 感觉到体积明显增大了 轻轻翻个面 全程都要用最小火 面才能发起来 翻个面以后 给底部再补点油 中途多翻动几次才能熟的均匀 烙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了 就已经熟好了 可以出锅了 比做馒头还简单 味道可以媲美面包 喜欢咸口的可以把蜜豆换成葱花 入口香甜 蓬松又柔软 喜欢就赶紧收藏视频 回头你也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视频再见